美印太战略薛瑞福,台湾是重要伙伴,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18日出席传统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合办的两岸关系基于挑战,研讨会畅谈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下美台关系,及美中关系的联动性。 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18日说,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不是要反对或对抗任何国家,这是聚包容性,积极与正面的战略,而台湾是重要的伙伴薛瑞福,Rendall Schreiber下午出席传统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合办的两岸关系基于挑战,研讨会他以国防部长马提斯,James Mattis, 今年在香格里拉对话,及访问北京期间的谈话,维基调畅谈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下美台关系及美中关系的联动性。 他说,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提出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不是要反对或对抗任何国家,这是一个聚包容性,积极与正面的战略目的,是要促进与维护国际法与国际规则。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从国防角度来看,他说这一战略诉求的自由,就是任何国家都有免于压力与胁迫的自由,而美国也要促进区域国家与伙伴,具备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能力,并且在不受压力与胁迫的情况下,有自信的做决策。 他指出台湾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终重要一环在促进这一战略上,美国确实认为台湾是重要伙伴,能为区域做出宝贵贡献。 他还特别提到对北韩的最大施压,制裁上台湾是可靠伙伴。 薛瑞福说,美中关系现在是竞争多余合作,而双方在两大议题有不同看法,一是南海,一是台湾马提斯。 马提斯访中期间,美国就这两大议题也向中方表达明确立场,在有关台湾的议题上薛瑞福说,中共总说美国破坏一中原则,但美国有自己的一中政策。 而马提斯访中时很清楚地告诉中方,美国历届政府有一贯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及其他基础文件。 美国将以一致的方式继续实现,并执行自身政策。 他还说,中共升高对台施压的一连串做法,美国当然关切,而美国将根据一贯政策的文件,及台湾关系法的指引,与台湾合作,让台湾能在免于威胁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决定。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他指出,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持续提供防御性武器,让台湾有自主防卫能力。 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美国也必须维持自身协防台湾的能力。 薛瑞福多次提到台湾关系法也提到六项保证,而美方官员过去阐述自身的一中政策多事完整指出, 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基于美中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官,于南海他则说为回应中方将南海军事化。 美国今年取消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RIMPAC他说解放军破坏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美时所做的公开承诺, 而南海军事化不是美中间的议题,这是关乎维护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问题,国际社会很关切中共破坏其他国家合法权利的行为。 问及未来是否有可能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薛瑞福回应, 他不清楚是否有邀请台湾参与RIMPAC或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对于未来的相关规划,他也不愿多做一课,但他表示美国关切台湾的防御能力及准备这可借由对台军售及一些训练合作等方式达成。